妹妹好 今天我要說的故事是 不會選字的獅子 我會選字的獅子 不會選字但沒關係 對我而言主要會露出尖尖的牙齒 大聲的咆哮 這就足夠了 獅子先生一直這樣認為 直到有一天 他看到一隻非常美麗的獅子 正坐在樹上看書 那高貝的氣質讓他十分著迷 他停下腳步心想 他會看書 那就是說如果我要追求他 我應該先寫信給他囉 可是我不會選字呀 獅子趕忙跑去找猴子 便便聽他 你幫我寫一封信給我獅子吧 猴子害怕的寫著 親愛的獅子小姐 你願意跟我一起爬樹嗎 我會在好吃的香蕉給你吃唷 愛你的獅子 獅子一天生氣的說 不對不對 我才不會這樣寫呢 我才不會這樣寫呢 並把獅子刺繩碎片 獅子難過的走到河邊 請河麻幫他重寫一封 河麻兩三下就寫好了 比大聲的念 親愛的獅子小姐 親愛的獅子小姐 你願意跟我在河裡泡澡嗎 你想用好吃的水草嗎 愛你的獅子 獅子忍不住的大叫 不對不對 我才不會這樣寫呢 晚上獅子又找來奮金杯幫忙寫信 奮金杯獎勁導致人葉寫完 甚至好心的在信紙上噴了獨特的香水 當當獅子已拿到信後 噢噢噢 這是什麼味道 怎麼這麼臭呀 並請他念一遍 親愛的獅子小姐 你願意跟我在地上打哼嗎 我會為你保留一顆新鮮的牛糞 很好吃唷 趕快來吃吧 愛你的獅子 獅子忍不住又大叫 不對不對 我才不會這樣寫呢 獅子難過的在聖經裡大吼大叫 我想寫信告訴他 他很漂亮 我想寫信告訴他 我多麼想見到他 我只想待在他身邊 和他一起看天上的星星 或唱首歌給他聽 你問我愛你你有做什麼 我愛你有幾分 你去想一下 你去看一看 該兩代表我的心 有這麼難嗎 他把所有想寫給母獅子的話 全部大聲的喊出來 你為什麼不自己寫呢 獅子回過頭問 是誰 是誰在說話 是我在看書的母獅子抬起頭 獅子害羞的說 因為我不會寫字呀 獅子 母獅子露出微笑 點點頭 那讓我來教你吧 是獅子很認真 很認真的學習寫字喔 我的故事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